哈喽大家好,我是妞妞,欢迎回来 那今天视频呢又是一期护肤主题的视频 主要想跟大家来聊一下美白这个话题 也是因为最近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夏天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女生都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来着重聊一下防晒还有美白这两件事 好,那我们就非要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内容 那今天视频呢会分成以下的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晒黑的原理 到底为什么我们会晒黑 到底有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或者是外在因素可以导致我们晒黑 第二部分呢就是美白的原理 那在晒黑之后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有效的美白 那市面上的一些美白精华 它们的原理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第三部分呢就是关于美白的一些问题的汇总 主要想回答一些可能比较常见的关于美白的一些问题吧 那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身体美白 还想分享一些我自己尝试过的 我觉得对于美白比较有用的技巧和生活的小的经验 然后因为今天的内容也很多嘛 所以我就把我想说的东西又给打印出来了 就防止我说说说就忘掉这样子 好那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最白可以变到多白 那答案就是我们的肤色其实是由我们的基因来决定的 那后天呢也可能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比如说阳光预照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小的生活习惯 也可以导致我们皮肤变黑 那大家呢可以参考自己身上的一些最白的部位 比如说胳膊肘的内侧或者自己胸腹部 这些平时不太能够晒到阳光的部位 那这些部位的肤色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够达到的最白的一个程度了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脸和脖子的肤色 跟这些地方还有一些色差的话 就证明还是有可以努力的空间的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我们第一部分的核心问题 就是我们的皮肤到底为什么会变黑 那我们皮肤变黑的一个原因 简单说起来是这样子的 就由于阳光中的紫外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外在原因的激发 会导致我们皮肤基底的黑色素细胞 在某些生物酶的催化作用下形成黑色素 那这些黑色素呢会经由代谢 会被慢慢运送到我们皮肤表层的角质层 然后逐渐沉积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变黑 那黑色素本身呢 它是一个光的强吸收体 就基本上能够吸收99.9%以上的紫外线 就防止我们的皮肤受到损伤 所以呢黑色素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一个 自我防御机制的产物吧 那再打一个比方 就我们都知道强光对于眼睛是有伤害的 它会刺激我们的眼角膜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眼睛 就会戴上一副墨镜 那黑色素在这里呢 就相当于是我们皮肤的墨镜 那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 可以让我们皮肤变黑的光呢 是紫外线 就是我们肉眼不可见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见光 对我们的皮肤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那到这里呢 可能有些同学会有些疑问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一些光源 比如说日光灯 海灯 LED灯 甚至是手机电脑等等这些吧 那这些会不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一个晒黑的作用呢 那答案就是不会 那这些东西呢 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就比如说眼睛干涩 或者是湿地下降 但是晒黑是绝对不会的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可以让我们皮肤变黑的 就是阳光中的紫外线波段的部分 那紫外线的波段呢 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 其实这点可能很多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我就简单的再说一下 那紫外线呢 分为两个波段 一个呢是波段较短的 叫UVB 那波段较长呢 就叫UVA 那UVB呢 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 所以呢就只能到达我们皮肤的一个表皮层 那短时间内如果曝晒的话 就可能导致我们的皮肤产生一些变红变干 或是非常痛脱皮的 这样的一些急性的晒伤的状况 那UVA呢 它本身的波长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长的 那它对于皮肤的一个穿透力 也是非常的强的 就能够直接穿透我们皮肤的表皮 就直达我们皮肤的基底 能够直接重创我们皮肤基底的一些 骨胶原还有弹性蛋白 能够对我们皮肤的基底 产生一个非常直接的损伤 会导致我们的皮肤产生细纹 松弛 还有一些衰老的迹象 同时呢 UVA能够促进我们的黑色素细胞代谢 产生更多的黑色素 最终呢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变黑 所以呢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了 就紫外线才是真正导致我们皮肤变黑的一个元凶 那更可怕的一点就是 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黑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老 那变黑这个过程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是可逆的 就可以修复的 但是呢变老这个过程是几乎不可逆的 所以呢基于这一点 就如果让我自己 在我现在所有的护品当中 选择一样留下来的话 我一定会选的就是防晒霜 我觉得这比后续 在磨任何的美白 或者是抗老的产品都更有用 而且也更织本 好那讲完了紫外线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可能导致我们的皮肤变黑呢 然后我再往上查了一下 基本上紫外线 是我们皮肤变黑的 最大最大的元凶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情绪不好 或者是内分泌失调 也可能导致我们的皮肤变黑 那原理呢 就是我们的脑下垂体 在我们情绪不好 或者是内分泌失调的时候 会分泌一种醋黑激素 导致我们的皮肤变黑 那这个背后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应该也是一种 人体的自我的保护机制吧 好 说完了晒黑的原理的部分 接下来呢 进入第二部分 就是美白的原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皮肤已经被晒黑了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好消息就是 我们皮肤当中的黑色素 是可以被代谢掉的 但是呢 这个代谢掉所需要的时间 会比它形成所需要的时间 漫长上很多 而同时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 在你皮肤代谢掉 黑色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坚持除防晒 这样的话 才能够有效的抑制 更多的黑色素的产生 才能够保证 你皮肤比较有效 比较快速的美白 那目前为止 市面上 绝大部分的美白产品呢 它们的主要作用机理 是有三大类 那第一类呢 就是抗氧化 我们也叫它还原美白 那这部分 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在于我们的皮肤的黑色素 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氧化自由基 会参与部分的反应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抗氧化 在我们皮肤美白的过程当中 就会起到一个 比较关键的作用 但是呢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就这种还原美白 是专门针对 皮肤角质层当中 已经形成的黑色素而言的 那它对于皮肤 是有一个 及时提亮的 这样一个效果的 但是呢 它对于抑制黑色素 以及帮助代谢掉黑色素 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那这种抗氧化 还原美白呢 最常见的成分 就是维生素C 及其眼神物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最常看到的那些 VC精华 或者是VC粉 那其实其他的一些 美白精华呢 也都会或多或少 添加这些成分 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嘛 都想看到皮肤的 一个及时提亮的效果吧 好 接下来第二类 美白产品的一个 主要原理呢 就是抑制三枚移素 那这个三枚移素 是什么呢 我就不具体说了 那它们呢 主要就是在人体 形成黑色素的 一个过程当中 起到关键作用的 四样东西 那如果我们能够 抑制这四样东西的活性 就能够有效地 阻止黑色素的形成 那这种美白原理呢 它最主要的成分 就包括 菌果干 取酸等等 那这些成分呢 也是目前市面上 绝大部分的美白精华 最有效的一个美白成分 它相对来说呢 比较温和 比较安全 也适合 绝大部分的肤质 好的 接下来 第三类美白精华的 主要原理呢 就是去角质 我们也叫它 代谢美白 那它最主要的一个原理呢 就是帮助 直接代谢掉 含有黑色素的角质层 那听起来呢 是一个非常直接 也是非常暴力的 一个方法 因为黑色素嘛 就直接生长在 我们皮肤的角质层当中 如果我们可以 直接帮助 我们的角质层脱落 这样的话 黑色素就自然而然 被带走了 那这种美白原理呢 它就常见的成分 包括有果酸 还有阴心胺等等 那这两种成分 也是市面上 比较常见的两种成分了 那必须要说的是 就这种代谢美白的 方法虽然是比较直接 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 对于皮肤的刺激性 是比较大的 就不是那么的温和 尤其是干皮 或者是敏感皮的同学 选择起来 就尤其要慎重 就最好先在皮肤上 湿一下之后 在大面积的使用 就防止它们 对皮肤产生 其他的一些危害吧 好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皮肤美白的 一些基本的原理了 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 每个人皮肤的 代谢的速率 是不一样的 跟每个人自己的 新生代谢速率 是有关系的 那皮肤呢 一个基本的代谢周期 基本上是在28天 也就是4周左右 所以呢 大家如果想要急速美白 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呢 就大家不要心急 就也不要因为短时间内 看不到美白的效果 就放弃这样子 然后就是在 在美白精华的选择上呢 我近来还是会选择 日期比较新鲜一些的 美白精华 这样的话 就能够保证 里面成分的活性 尤其是VC 或者是衍生物 这些类似的成分吧 就随着日期的增加 它们的活性 会慢慢的减弱 所以呢 如果是日期 不新鲜的精华 相当于买回来 是没有效果的了 那另外呢 我还会研究一下 这瓶美白精华里面的 有点成分到底是什么 就我的皮肤 到底适不适合它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证 这瓶精华买回来 对于我来说 才是真正有效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些关于 美白的问题的汇总 就可能我觉得 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 一些问题吧 我集中收集了一下 来集中回答一下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到底该 如何有效的美白 那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就是以下的这些 那首先呢 就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防晒 那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万一被晒伤了 要及时的做好 晒后的修复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持续的抑制 黑色素的形成 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需要用一些 美白精华 其中呢 有一些抑制黑色素 持续形成的 这样的一些成分 那第四点呢 就是适度的去角质 因为我们的黑色素 会最终被送打到 我们的角质层 所以呢 适度的去角质 是有助于我们的美白的 那这四步在我看来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防晒 第一步 那再其次呢 就是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然后再然后呢 就是去角质 但是呢 就一定要保证 你用的产品 你的皮肤 是能够经受得住的 那至于 稍后修复这一步呢 基本上是用在 大量的户外运动 或者是暴晒 就你皮肤被晒伤之后 才需要 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多喝牛奶 可以让我变白吗 答案就是 不能 并不是说 你吃白的东西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变白 那同理 也不是说 你吃黑的东西 比如说可乐 酱油这些颜色 比较深的东西 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变黑 这些说法 就是完全没有依据可言的 那晒黑的原理呢 我在之前 已经跟大家仔细地说过了 好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的美白 有的时候感觉 遇到了瓶颈期 那可能的原因呢 总共是有三个 那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 就是你在美白的过程当中 没有持续地 好好的用防晒 那这个呢 就相当于你的皮肤 在代谢掉 黑色素的过程当中 又有不断地 新的黑色素的形成 那这就相当于 你的泳池 在放水的过程当中 又有不断地 新水注入进来 这样的话 你的泳池的水 就永远不可能空掉 那第二个可能原因呢 我之前已经提到过了 就是我们的皮肤 有一个代谢的周期 基本上是在28天左右 那我们的皮肤呢 形成黑色素 其实是非常的快的 基本上一到两天吧 你就会发现 自己已经晒黑了 但是呢 要把这些黑色素 完全代谢掉 是需要一个 挺长的过程的 所以呢 大家还是多一些耐心 好那第三点 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你的美白精华 已经失效了 我之前已经提到 就大家尽量 还是选择一些 日期比较新鲜的精华 这样的话 才能够保证 你的美白精华的有效性 好的 接下来第四个问题就是 保湿做得好 可以帮助美白吗 那这里我想说的就是 保湿和美白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保湿呢 是帮助提升 我们皮肤角质层的 含水量 那美白呢 是促进我们皮肤角质层的 黑色素的还原和代谢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如果皮肤角质层缺水的话 整体看起来 确实会比较的 暗淡无光一些 所以呢 如果你及时的做好 补水和保湿 那你皮肤整体 看起来的光泽度 健康程度 都会更好一些 那整体皮肤看起来呢 也会更加的透亮一些 好 说完了一些 关于美白的小问题 接下来我来说一下 身体美白 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个人觉得 对于美白 比较有用的一些 生活的小的习惯 那身体美白呢 其实跟脸部美白的原理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呢 就需要做好防晒 定期的曲角质 有的时候呢 可以去用一些 含有玫瑰精油 就是美白成分的 这样的一些产品 对于身体的美白 都是比较有好处的 那另外呢 关于生活上的一些 小的习惯呢 以下的这些 我觉得对于皮肤的美白 都能够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作用吧 那第一类呢 就是吃 我一般会选择 氢氧化成分比较高 还有VC含量 比较高的一些水果 那包括有 猕猴桃 蓝莓 樱桃 柠檬等等这些吧 它们对皮肤 都能够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帮助 那除了吃之外呢 就是运动 因为运动嘛 可以帮助你提升 整体的一个 新生代谢的速率 能够帮助你 更快的代谢掉 皮肤当中的黑色素 这样的话 你的皮肤就能够 在一个尽可能 快的时间之内 恢复到一个 比较好的状态 就整体的气色啊 精神 也会看起来更好一些 除了吃和运动之外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早睡早起 保持一个 比较好的心情 我在最一开始也说了 就是如果你心境不好的话 大脑的下垂体 会分泌一种 粗黑的激素 这样的话 会让你整体的皮肤 看起来比较的 黯淡无光一些 所以呢 就大家尽量保持一个 好的作息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 这样的话 对于你整体的身体状态 还有你的皮肤状况 都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好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来总结一下吧 那美白的原理呢 总结下来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做好防晒 那这一点呢 主要是抑制 黑色素形成的 这样一个过程 第二点呢 就是用好美白精华 那这一点呢 主要是在黑色素 已经形成之后 对黑色素的一个 代谢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做好这两点的同时呢 再保持一个好的作息 好的生活习惯 好的心情 那基本上呢 就能够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好 那今天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那今天视频呢 我会把它的内容 整理成一个 非常详细的图文版 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